厲害吧 打弄藝術家啦 好不好 阿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書房費保守埃克 又來到了 台灣人的驕傲啦 台灣的芒果季正式登場了唷 台灣芒果真的是超級好吃 小好假的 可是你們知道 其實台灣芒果 不是原生種 它是外來種 大家最常聽到的 艾文芒果 就是由美國的 阿爾文 艾爾文先生研發 然後我們引進台灣的 只不過來到台灣之後 被我們發揚光大 做成這一種 多汁又非常香的版本 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 愛護台灣的農產品 來做一個最丟席的 芒果白酒生乳酪蛋糕 今天這個蛋糕的基底呢 我是用之前的母親節 吃和蛋糕去變化 這個配方是 不用吉利丁就能夠完成了 然後它做起來真的很簡單 你把放軟的 Cream Cheese 加上奶油啊 糖啊 酒蒸進去把它 拉一拉 攪一攪 鮮奶油打發之後 兩者混合在一起 冰一冰 廢到 反正就把它冰一下定型 上面擺上芒果就完成了 怎麼樣 聽起來非常適合夏天 很消暑 而且真的做起來 非常的簡單 先來製作生乳酪蛋糕的基底喔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 Cream Cheese 中文叫做 奶油乳酪 它就是吃起來會有點 淡淡的酸味 你要先放在室溫 嗯 要放多久啊 只是要把它軟 如果沒有放軟 會非常非常難操作 那這個東西呢 你去一般的賣場 或者是 全聯 都有機會找到 我習慣先用湯匙把它 壓軟一點點 奶油也要事先放軟喔 開始用打蛋去打它之前 先用抹刀再拌軟一次 先讓它 鬆弛一下 這邊就是 先把它攪拌均勻就好 下一個呢 我們要放的是白酒 在這之前 先倒一杯 慰勞你 辛苦了一整天 白酒的話 我覺得你就買 三五百塊這個價位 拿來做成甜點 其實就差不多囉 那要選的話 就是盡量挑 不甜的 因為我們裡面已經有加糖了 如果你的白酒 酸味不夠 然後又比較甜 你整個蛋糕吃起來就是 很容易會很膩這樣子 一般這種 棉烤乳肉蛋糕啊 有時候會放優格 或者是檸檬汁 吃進去增加酸味 但因為今天已經有白酒了 所以這兩個材料 就都沒放了 OK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喔 這裡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要做給 家裡的小朋友吃的話 當然就不能放白酒 是吧 謝謝你這個肯定的回答 建議大家 你可以把白酒 全部換成等一下後面要加的 鮮奶油 我現在要把動物性鮮奶油打發 混到我剛剛的這個乳酪進去 因為這個乳酪它現在 其實光若眼看就知道 它是 相對扎實一點點 沒有什麼空氣感 把鮮奶油打發之後 它會有點蓬鬆的感覺 我們再把它拌進去 它就會有一點點 Less smooth的質地 Less smooth的質地 Less smooth的質地 打對 好 讓我再提醒你一下 鮮奶油要冰的比較好打 它從冰箱拿出來 就要直接打 跟剛剛乳酪軟的比較好打 是不一樣的喔 把你的鍋子清斜一點點 讓Cream集中在一側 這樣子比較好打 然後不要轉圈圈 你用來回的方式 把空氣打進去 它快好了 它最後變硬的時候 是一瞬間的事 超下流 你的鮮奶油啊 要打的比你的這個 慕食的基底 還要再硬一點點 它兩者的濃度不能差太多 要不然你會沒辦法把它混在一起喔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打到它 拉起來 像這邊有點打過頭了 不用擔心 鮮奶油跟 蛋白不一樣 鮮奶油只要不是過頭的太誇張 你再加一點鮮奶油進去 是可以把它翻軟的 厲害吧 打弄藝術家啦 好不好 那打到這樣子 就OK囉 輕鬆切意 我們現在已經 臨門一角啦 好不好 接下來要把兩者混合喔 一樣用到做甜點 非常常用到的手勢 就是要把兩者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用切拌法 切 把兩者混合在一起 拌就是把沉下去的那個人 翻起來 拌到兩者 都混在一起了 基本上就OK囉 這陣子其實蠻流行那一種 盒裝的水果乳酪蛋糕 我原本也是要做那個 但我就是想說 大家家裡可能沒有這樣子的容器 再加上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像這樣 你一口我一口的 我是 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啦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是用家裡的杯子 做成杯裝的乳酪蛋糕 我覺得小巧可愛 而且 吃起來也不會膩 你要拿去送人的話 也非常方便喔 我們等一下填入模型的時候 因為今天做的是杯裝嘛 所以我就是 一層乳酪蛋糕 一層芒果 這樣子就夠了 如果你想要增加多一點口感 或者是 做的比較大份的話 你可以在每一層中間 加那個捏碎的營養口糧 或者是這個 提拉米蘇裡面會有的 手指餅乾 這個是現成的 去烘焙調料行買就有 可以把它 切成小塊或捏碎 一層一層的 把它鋪進去 今天沒有要怎麼做 我今天就是打算把乳酪 丟進去 然後芒果蓋上去 我覺得這樣子就夠好吃了 這個要有一點點小心 其實你可以用擠花袋來做 會擠得比較漂亮 但我光想到要洗擠花袋 我真的就是頭皮發麻 準備一支小湯匙 輕輕固定在表面 然後另外一支手 轉你的杯子 就盡量把表面抹平 你有沒有看到邊邊上面 這邊會 有點沾到 所以用你的大拇指 壓著 然後 轉你的杯子 盡量把它抹掉 因為這一層等一下 會不太漂亮 稍微擦一下下 當然如果你不在意美觀的話 所有這些動作你都可以省略 但這樣你可能就不是廢寶 你會變成一個徹底的廢物 我到底多喜歡這樣觀眾啊 開玩笑的啦 廢廢的也很好啊 對啊 你不想像二個就變成廢物了 表面有一點點沒有平沒關係 因為我們上面還會淋一層芒果醬 時間夠的話我會建議你的乳酪蛋糕可以在冷藏冰至少一個晚上 因為我們沒有加吉利丁 所以它的定型力比較差 冰夠久它才會凝固起來 那這個空檔呢 要來教大家怎麼處理芒果囉 芒果先沖過水洗乾淨 然後大家都知道芒果心是 餅狀的 它是長條狀的 所以它有一面比較尖 我們就把比較尖的這一面先立起來 避開它的芯切下去 越靠近芯越好喔 有沒有 芯就在這裡 這邊呢我們要把它的皮去掉 這樣子可能會不好切 所以我先對切一刀 盡量靠近你砧板的邊緣 這樣子刀子比較好打平 這樣子就是一個漂亮點芒果啦 芯的部分把它打平 然後刀子走過去一輪 把它的皮切下來 不覺得這姿勢看起來很專業嗎 沒有 蛤 不然你都怎麼切 我不是整顆拿起來 先削完皮再開始 那它不會很滑嗎 你喜歡滑滑 手上 想想的感覺 好 那剩下這個邊邊呢 我們就沿著它的芯 把肉取下來 來 這裡就不用切得很漂亮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的那個乳酪蛋糕 會需要芒果泥 就用這個邊邊角角 不漂亮的地方 去打泥就好 芒果應該這樣子就夠了 那這一杯呢 我們就把它打成泥 然後我剛突然想到 是不是其實可以加點白酒來打 好像會有一點 這個就隨性喔 看你要加多少都沒關係 不要太多讓它太湯就好 打到像這樣子就好了 我昨天晚上已經有先做好一批囉 它現在已經冰到都完全定型了 然後我們最後把我們的芒果泥跟水果放上去 我們的芒果白酒生乳酪蛋糕就完成了 真的很簡單耶 好喜歡這個做法喔 大家在家裡尿做做看喔 天啊如果有一些 你知道腳比較站不穩的人 看到這個應該直接尿出來了吧 膀胱比較不好的朋友 你們先不要看這個畫面 不好意思 請大家先夾緊 除了芒果泥可以換成任何你喜歡的水果來做這個喔 只不過我覺得芒果對上白酒 真的很讚 忽然覺得自己的表演有點太過於盈當 對不起喔打擾到大家 我覺得那個淡淡的白酒香氣對上 芒果熱帶水果的風味 它本來會變成一股花香 讓 你知道原本很嗆牙 很髒狂的芒果 它變得更 更溫柔婉約 底部那個慕斯啊 口感也是超級滑順的 入口即化 我去夏天吃到這真的是要升天了 阿彌陀佛 如果硬要說的話 可能有些人他吃完一整份會覺得有一點點膩 那你底部就還是夾個 剛剛有說 把營養口糧 或是手指餅乾捏水 還是配著吃看看 搬著吃 很搭耶 這個芒果白酒生肉爐糕 我真的把它做得非常的簡單 不用烤箱 也不用吉利丁 在家裡輕鬆就能完成 我想要推薦你可以跟著小朋友一起做 但如果你要做小朋友的版本 真的記得 不要放白酒 那也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台灣的農產品 台灣的芒果 就是讚 好不好 我是主張廢老子來客 在影片影片見 拜拜